这可能是金刚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人类为了消灭这头身形庞大的远古巨兽 他们准备了数以万计的机枪子弹 将成敦中的硝酸甘油倒入湖泊 然后在地面布满蓝坦克炸弹 一切准备就绪后将事先准备好的汽油点燃 接着在方圆数百公里内引爆炸弹 因为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将藏匿在大山深处的金刚给吸引出来 果然不出所有人的预料 金刚很快来到了这布满了陷阱的涨泽地带 弗瑞这次发誓一定要让金刚血战血肠 所有士兵都做好了随时攻击的准备 眼看那头像山一样的庞然大雾朝着这边疯狂醒来 纵使身经百战的老兵此事也突然感到几倍发凉 唯有弗瑞的眼神中透露出无比的期待 只见那丢入水中的火把瞬间燃烧开来 整个湖泉的硝酸甘油寝壳之间在金刚四周不断燃烧爆炸 那湖泊化作一片火海将这头巨兽彻底吞没 看着金刚在火海中嘶吼惨焦的模样 就连一旁的士兵都为这种方式打到残忍 而他们却严重低估了金刚那顽强的生命力 愤怒的金刚挥舞起手臂将湖中正在燃烧的热油泼向人类 刚刚回过神来的则被他一脚踩碎 可面对着那满身烧焦的身体 他也只能全身无力的瘫软倒在地上 金刚真是万万没想到 他孤身一人守护这座扑罗岛上百人的世界 如今却被人类给视作害虫给无情抹杀 原来就在昨天 科学家通过卫星地图发现了人类从未踏足过的一处岛屿 这座岛屿正是被许多文明传说记载的骷髅岛 近百年间但凡有军舰船只路过此处都会被某种神秘生物摧毁 科学家为此组建了一个名叫帝王计划的军事队伍 表面上是为了去骷髅岛进行地质探探 实际上却是为了探索岛屿深处的未知生命 一时间上百台武装直升机朝着那片烟云笼罩的骷髅岛进发 随着直升机刚刚进入那片伸手不见五指的乌云内部 飞机上所有的电子设备全都受到一股未知刺场的干扰 乌云中不断劈下的红色闪电也让他们有着随时被击落的风险 可随着他们穿越云层这才发现 眼前竟然是一座无比美丽的室外桃源 在场所有人都被这不可思议的世界惊叹到无法呼吸 殊不知越是美丽的地方就越是隐藏着巨大危险 士兵按照计划朝着骷髅岛内部开始投放大量炸药 通过炸药的激烈震动 他们检测出骷髅岛下方竟然连接着地心世界 那里隐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矿石 然而他们却丝毫不会顾及森林里的那些动物们 成千上万只无辜的生命还没来得及躲避 就在士兵们为自己的杰作而感到无比兴奋的时候 转头却发现一棵大树朝着他们的飞机砸了过来 任谁都想象不到在那上千米的高空 怎么可能会凭空飞来一棵叶子树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只巨大的手掌就朝着另外一台飞机拍了过来 那突然间的剧烈攻击也导致直升机失去平衡急速坠落 可随之却又被一个巨大无比的生物给抓了起来 直到士兵看到了他那张巨大无比的脸时 这才发现袭击他们的竟然是一只像山一样高大的星星 但现在明白居然是一只 金刚守在了其他直升机的必经之路 势必要将这些投放炸弹的侵略者一网打尽 福瑞活了四十多年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生物 看到这一刻的士兵们立即改变原有飞行路线 慌乱之中的他们朝着金刚开始攻击 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生物究竟是何等 愤怒之下的金刚一跃而起朝着其中一台飞机就打过去 作为探险家的汤姆眼看不妙赶紧让士兵停止行动 那些杀红眼的士兵可不会就此罢休 他们今天势必要给那些阵亡的战友一个交代 面对着眼前这个身高上百里的恐怖生物 福瑞不仅没有下令立即撤退 反而还让士兵对准金刚火力全开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眼前的巨大生物竟然能如此敏捷 随着武装直升机一台接一台的坠落损毁 士兵们刚当的战斗激情也被彻底撕碎 只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他们那些引以为傲的武装力量就被金刚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就连掉落在地面的飞机都被金刚捡起当作玩具一样给丢向天空 福瑞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下一个个惨死在金刚之手 而作为领队的他却无能为力地站在一旁 此时福瑞的眼中已然充满了无尽的杀意 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让这头怪物血债血肠 好在金刚只是将那些直升机全部打过 却并没有对现场的士兵赶尽杀绝 登陆骷髅岛的一百多人如今也只剩下了十多个 那些幸运存活下来的士兵和科学家 也全都被金刚打散在骷髅岛的不同位置 无奈之下上校只能让各个队员待在原地倒后救援 而他们绝对想象不到在这座神秘的骷髅岛上 远远不止金刚这一头恐怖的怪物 仅仅是一头两岁大的小水牛就能长到上百吨重 作为冒险家的汤姆一眼就能看出这头水牛性格温顺没有攻击性 而其他士兵就没有他们那样幸运 一名士兵仅仅只是喝口水的功夫 他就发现了头顶上方有着什么不得了的生物 随着那口水壶掉落在地 眼前的荫木让在场所有士兵都惊掉了下巴 那根像极了竹竿一样的植物竟然是一只巨型蜘蛛 直到那个可怜的士兵彻底凉掉其他人这才反应过来 直接那无数条锋利的大长腿从天上插了下来 慌乱之下士兵们朝着天上的蜘蛛开始疯狂射击 被打扰的蜘蛛瞬间伸出无数条舌头抓住士兵 眼看队友即将成为蜘蛛的美食 为了避免伤到天上的队友 他们只能抽出大刀去砍蜘蛛的大长腿 然而这队友拥有着几十米大长腿的蜘蛛而言 根本造成不了多大伤害 他依旧不肯放过即将盗嘴的美食 慌乱之下士兵只好疯狂地割掉那缠绕在身上的舌头 他这才勉强从巨型蜘蛛的口中逃过一劫 队友健壮赶紧朝着蜘蛛大腿内侧火力全开 直到将那头上百吨重的蜘蛛给彻底打了下来 平白无故又一名队员的牺牲让弗瑞气愤不已 他对着已经死透的蜘蛛连开竖枪来发泄心中的愤怒 在接二连三地遭到不明生物的袭击后 士兵们根本不知道何时何地死神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但上校却执意继续前进寻找那名落丹的队友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名落丹的士兵只是想要在湖边打一些水清理山口 却突然发现刚才将他们全部击落的金刚也出现在这里 他本以为金刚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喝口凉水解解渴 殊不知金刚突然变得表情严肃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而下一秒他就从湖中抓出来一条巨大的出手 原来是巨型章鱼悄悄躲在这里等待着猎物的到晚 刹那间无数条出手从水中窜出将金刚被死死缠住 只见金刚一声咆哮过后 直接一脚将巨型章鱼的脑袋给当场踩爆 于是他抓着触角轻轻一扯 这条庞然大巫立刻就成了金刚的新鲜美食 在这座神秘莫测的骷髅岛 金刚就是整个生态系统的绝对王者 整个岛屿就相当于是他家的后花园 士兵无比庆幸自己再次逃过一劫 如果刚刚不是金刚的出现 也许被吃的那个一定就是自己 可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屁股下面的一块枯木竟然活了过来 士兵仔细一看这居然是一只善于伪装的竹节虫 傍乱之下他拿起机枪朝着对方疯狂射击 虽然挨了无数发子弹 可他并没有因此攻击眼前的人类 而是转身赶紧离开 直到此刻士兵才发现了事态的严重性 原来骷髅岛上还生活着另一个霸主 他们隐藏在岛屿深处 并且嗜血成性非常残暴 曾经差点就把骷髅岛上的生物捕食殆尽 当年金刚的父母就是被巨犀所杀 因此骷髅巨犀和金刚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只要他们相遇必然会发生一场激烈的战斗 他们阴险狡诈并且攻击力极其强悍 幸运的是眼前这两只还是幼年阶段 金刚很轻松的就可以将他们解决 另一边的汤姆一行人意外来到了一处古老而又神秘的步入 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部落里竟然生活着一个二战时期的大胡子飞行员 他已经独自一人在骷髅岛上生活了28年 但无论他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法从这座岛屿逃脱出去 无奈之下他只能和这里的伊维族人生活在一起 虽然伊维族部落的族人不会说话 但他们却生性善良 只会用心灵感应来相互交流 传说伊维族部落世世代代守护着金刚的秘密 直到科考队来到伊维族的圣地 他们这才看到了这座骷髅岛的真相 几千年来伊维族人一直生活在被巨蟹随时吃掉的恐惧之中 为此他们在峡谷之中修建了数百米高的围墙来抵御巨蟹的入侵 直到有天金刚一家三口的出现 善良的他们主动承担起了保护整座骷髅岛的责任 在与巨蟹的战斗中金刚失去了自己的父母 现在他们唯一能依靠的也只有金刚这个保护神 如果骷髅岛没有了金刚的守护 那么地底伸出的那头骷髅巨蟹就会重返骷髅岛毁灭一切 科学家们真是忘了没想到 这次行动竟然对这座岛屿的生态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更没想到如此巨大的使前巨兽竟然是那样的善良 可那些只会听同命令的士兵又怎么会知道这里的一切 卢瑞现在唯一想要做的就是将金刚彻底抹杀为自己的同伴复仇 愤怒的他将所有怨气都撒在了那看似丑陋的大鸟身上 殊不知就是这个愚蠢的举动让那群大鸟开始记恨人类 他们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将人类抓上天空 然后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报复人类 大胡子再三警告福瑞千万不要前往西北方向寻找队友 因为那里正是骷髅巨系的巢穴所在 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的福瑞却丝毫听不进任何劝阻 他毅然决然地带着队伍朝着那边继续前进 殊不知很快他就会为自己的物质付出代价 很快他们就经过一处满地白补的平原地带 越是靠近骷髅巨系老巢深处 地上的尸骨就越来越多 而眼前那两副无比巨大的补价更是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光是看一眼就让人浑身冒汗几倍发凉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尸骨气味简直让人不断作呕 原来这里就是当年金刚父母大战骷髅巨系的地方 现场所有人都开始警惕起来 一名士兵只是将烟头随意地丢在地上 但爆炸声却引来了骷髅巨系 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所有人赶紧躲进那些巨大的骷髅内部 果然事情就像大胡子说的那样 一头骷髅巨系从迷雾中钻了出来 他不断寻找着身边一切能吃的猎物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巨系好像吃了什么不能消化的食物一样不断呕吐 直到一个人爱头骨从他的口中滚落出来 头骨上赫然挂着一枚身份名牌 这个不幸被消化的士兵竟然就是弗瑞一直在苦苦寻找的那位 随着骷髅巨系的慢慢离去 弗瑞赶紧让士兵继续赶路 可万万没想到这竟然是骷髅巨系 故意为人类射下的圈套 阴险狡诈的巨系专挑那些没有防备的人下手 队伍后面的教授只是感到后背一凉 只是那一瞬间巨系就将老头子连同相机一起吞入腹中 反应过来的士兵立刻朝着巨系疯狂射击 可巨系皮操肉后犹如钢板一样 他们的子弹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任何伤害 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大摇大摆地转身离去 无奈之下福瑞只好让士兵架上重机枪 利用尽可能找到的制高点来掩护大家继续前行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徒劳 那头刚刚吃完教授的巨系仿佛是在玩弄着他的猎物一般 他不停地在迷雾中伺机寻找攻击目标 面对着机枪的不断扫射 聪明的巨系会优先解决掉那个对他有威胁的人 接着他将目标锁定在没有任何武器的战地记者身上 眼看记者即将被吞的关键时刻 福瑞命令手下改用火焰喷射器瞄准巨系头部攻击 可那连钢铁都能融化的火焰竟然无法伤害到巨系分毫 他只是一个白尾就能轻易将喷火士兵给甩飞数百米 人类的武器在这种远古巨兽的眼中简直不堪一击 这仿佛就像一场单方面的屠杀一般 就当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 战地记者利用手中的火机点燃了巨系前方的瘴器 那一瞬间产生的巨大爆炸 这才将巨系给彻底消灭 大胡子再次警告福瑞 刚才的那只巨系只是骷髅巨系中最小的一只 而这片地带还潜藏着很多很多更大的骷髅巨系 要想活命那就赶紧带着大家离开这个鬼地方 为了能让福瑞立即停止这愚蠢的行为 汤姆更是直接掏出了刚才巨系土出来的那个士兵名牌 直到这是其他人才明白 原来福瑞前去西北方向并不是为了拯救队友 而是要找到那台坠机上携带的大量弹药武器 他这次势必要找到金刚向他复仇 纵使所有科学家都反对他的这场毫无意义的行动 可失去理智的福瑞此时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劝图 无奈之下汤姆只好提议兵分两路 科考队员随着汤姆一起逃离这该死的骷髅岛 而士兵们则继续听从命令去消灭金刚 他们知道这次行动很可能失死无生 但无奈作为士兵的他们也只能听从上级命令 他们很快找到了那架在满武器弹药的直升机 士兵们搜罗了足够的机枪弹药 然后在金刚的必经之路倒满了硝酸甘油 他们将所有能用的炸弹全都布置成陷阱 接下来只需点燃前方的汽油弹 将金刚架的后花园给炸个稀烂 这样必定能将金刚给吸引过来 然而汤姆和战地记者在返航的途中 却意外在迷雾之中偶然遇到了金刚 不过金刚并没有攻击他们二人 战地记者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无限的孤独 和不被人类所理解的那种无助感 此时湖泊中央的突然爆炸 让金刚瞬间感受到了来自侵略者的敌意 弗瑞手持火把静静地等待着金刚的到来 此刻他眼神中充满了杀意 恨不得立刻将金刚置之死地 直到金刚走出森林这才发现 原来又是这波士兵在搞事情 这是人类的高科技与远古巨兽的生死对决 金刚愤怒地朝着弗瑞所在的方向冲了过去 就当他即将到达河岸的时候 就已经落入了人类提前设置好的圈套之中 随着弗瑞将火把丢入满是硝酸甘油的火锅 那一瞬间迸发出来的巨大火焰 再加上无数枚炸弹同时引爆 那上千度的热油死死地粘在金刚身上 开始不断燃烧 就算是在厉害的生物遇到这种伤害 都不可能扛得住 士兵们亲眼看着巨兽在烈火之中不断挣扎 就当弗瑞以为大仇得报的时候 金刚突然从火堆里窜了出来 他将那些热油同时泼向人类 那无尽的愤怒瞬间涌上心头 可他受到的伤害实在不于严重 只是那恍惚的一瞬间 金刚便再也无法支撑地挡了下去 此时的弗瑞终于大仇得报 他命令士兵即刻将金刚彻底抹杀 士兵们按照计划将那些重量级炸弹布置在金刚周围 这样就能在一瞬间将这个庞然大物炸成碎片 就在弗瑞准备启动按钮的关键时刻 汤姆及时出现挡在了金刚面前 他举起武器希望福瑞能回头是爱 然而无论他怎样努力劝说 可福瑞依旧决心一意不行 就当他们双方人马僵持不下的时候 湖面突然扬起大片水花 而下一秒那只最大的骷髅巨蜥从湖底钻了出来 由于长时间被金刚压制的 他一直潜伏在湖底不敢出现 眼看自己的天敌已经被人类打倒 骷髅巨蜥终于能正大光明地重现天日 此时他要做的就是吃掉那奄奄一息的金刚 然而刚刚听到骷髅巨蜥的嚎叫 金刚立刻就睁开了眼睛 纳克在基因里的仇恨让金刚重新振作起来 可此时的福瑞依旧不肯放下心中的那股仇恨 骷髅巨蜥绝对不肯放过眼前能杀死金刚的最佳机会 他咆哮着冲向前去将金刚暗倒在地 眼看骷髅岛的守护神已然落败 慌乱之下其他人也只能赶紧逃命 可聪明的巨蜥并不打算放过这群 能将金刚打成这般模样的人类 为了能让队友们安全撤离 一名士兵停下脚步准备和身后的巨蜥同归于尽 然而巨蜥的聪明程度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认知 就在人类即将沦为骷髅巨蜥的美餐时 金刚宛如天降神兵一般举着石头砸了过来 这才让众人从巨蜥口中逃不一劫 两头史前巨兽的千年恩怨也必将在此刻终结 面对着骷髅巨蜥的血盆大口 金刚纵使用尽全力也无法将他的大嘴掰弯 作为灵长类巨兽的王者 金刚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周围一切事物当作武器 他用尽全身力气给了巨蜥沉重一击 但这种伤害对于皮糙肉厚的骷髅巨蜥而言 基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他利用那硕大的尾巴缠住金刚将他丢飞了数百米 金刚本想起身继续战斗 这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被那废弃的铁链给撕死缠住动弹不得 呼噜巨蜥趁此机会一脚踩在金刚身上 就当他要终结战斗的时候 直接那无数发子弹朝着他疯狂射来 虽然人类这些仅有的力量基本没有任何用度 但他们却为金刚争取了摆脱束缚的时间 真是万万没想到那破旧的铁链上 竟然绑着一个秀气斑斑的螺旋角 金刚顺势将他当作武器甩向巨蜥 虽然螺旋角表面上看来平平如奇 但关键时刻那是真的非常锋利 那铁片死死的嵌在骷髅巨蜥的肩膀上 金刚趁此机会用铁链将他牢牢捕住 眼看巨蜥还想挣脱束缚 却被金刚抓住大嘴来了个锅尖摔 可巨蜥皮操肉后这种打击根本无法造成伤害 金刚直接拔掉了他身上的螺旋角 以此当作武器给巨蜥来了一套死亡连招 不甘心失败的他继续朝着金刚发起进攻 巨蜥再次用尾巴缠住了金刚的身体 他伸出舌头将金刚右臂吞入腹中 想以这种方式来将他的手臂咬断 殊不知这一刻也彻底暴露了他的弱点 巨蜥虽然有坚硬的外骨骼 但肚子里却是湿打实的软骨头 这下巨蜥的舌头连同内脏里一起被金刚给拽了出来 那上百年的世仇在此刻终于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临走之前金刚也只是看了一眼身后的人类 仿佛是在向这群科学家们表示感谢 随后便独自一人潇洒离去 汤姆带着剩下的幸存者离开了这座惊险刺激的骷髅岛 而金刚则继续守护着他的家园